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00多名维吾尔人欢聚在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 加拿大议员应邀出席了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最后 加拿大维吾尔协会主席托尔轰奥布多威里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并对2019年的工作目标重点做了安排 云南卫山县永建镇三座亲人寺被当地政府以伪装建筑 穆斯林非法从事宗教活动 需要强拆为由被查封后 上周六上午 当地政府触动100多名穿制服的防暴警察试图强拆 遇到当地毁民穆斯林强烈抵抗 双方发生冲突 数十人被抓或打伤 目前当地人心惶惶 不敢多言 担心随时被抓捕 永建镇回徽登亲人寺 马米厂亲人寺 三家村亲人寺 每周有2000多名穆斯林参加宗教活动 但此次寺院被查封 导致穆斯林无处聚会 最近一个月 除了新疆 甘肃 宁夏 云南等地 均有亲人寺或穆斯林学校遭到强拆 舆论分析 各地政府正在效仿新疆维瓦自治区的做法 清除宗教场所以及相关学校 2019年 江市六四民主运动遭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的30周年 为此 民营领袖和参与者王丹 吴尔克希 胡平等56人 在呼吁全球共同纪念六四的声明中表示 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人们 不但需要纪念这场由大学生首先发起的伟大的民主运动 而且还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现在只重经济增长 忽视和打压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反文明发展模式 纪念六四30周年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 也是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对中国未来的努力 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重建记忆 重新出发 这个声明可以说是全球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的第一个举动 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 法国汉语学家侯振明 中华民国驻德国代表谢志为 以及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迈克尔戴等 当地时间12月28日 埃及著名景点金字塔附近发生恐怖爆炸事件 截止发稿时 已造成四人死亡 十人受伤 另外三人伤势严重 爆炸发生后 埃及许多媒体报道说 死伤者为中国游客 不过埃及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 这些伤盲者为越南人